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八卦与子强 2019年的4月16日 娱乐圈中一女星和男星被爆出轨 在被爆出的视频中 我们可以看到女主是黄欣颖 男主是许志安 他们在16分钟内亲吻了不下20次 而许志安是有家事的人 他的妻子是郑秀文 黄欣颖也是有男友的人 他的男友是马国明 据传这段视频是车内的行车 记录一录取的司机要求向他们要钱 但是他们不给 司机一录之下就将这段视频公布了 随之而来的是观众们 对黄欣颖和许志安的声讨 还有许志安和黄欣颖事业的没落 随后许志安带着妻子郑秀文召开记者会道歉 而马国明也以一句 他还年轻不要伤害他 获得了最大度男人的称呼 粉丝们纷纷地呼喊着心疼马国明 要知道许志安可是马国明的好友 女友出轨好友 没想到就在这件事过去一年后 马国明用了很高级的手段 报复了黄欣颖 当初那段视频被公开之前 马国明还在拍摄小魔的2.0 并且马国明还在社交平台上 放了自己的照片 这件事爆发之后 很多人都去马国明的动态下面留言 你值得最好的 随后许志安拉着郑秀文出来道歉 照样跟着妻子恩爱过日子 而马国明也出面 帮着黄欣颖对媒体解释 称尽快平息事件 但是马国明却跟黄欣颖分了手 我可以原谅你 但是不爱你了 黄欣颖最终爱情事业双双落空 真可谓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舆论的漩涡深深地将黄欣颖包围住 无奈之下黄欣颖去了国外 黄欣颖去了国外躲避 留下马国明面对着媒体 媒体三不五时地提出这件事 每次马国明都说 还是朋友不要谴责 很多粉丝都在心疼这个男人 好男人 怎么就遇不到好女人 后来马国明遇到了好女人 这个女人就是汤洛文 汤洛文是谁 父亲是汤正宗 比较有趣的是 汤洛文与黄欣颖还一起参加了 2012年的港姐竞选 当时的黄欣颖和汤洛文 都是比较热门的选手 为了能够拿下冠军 心机颇深的黄欣颖 不仅带头孤立汤洛文 还找媒体污蔑洛文 耍新二代威风 虽然黄欣颖没有拿到 此届的港姐的冠军 但是也由怨以偿地 进军三甲成为亚军 反观汤洛文仅止步六强 这场比赛结束后 虽然汤洛文没有拿下 港姐的冠军 但还是跟黄欣颖一样 签约到了TVB 可是黄欣颖还是一直在 排挤汤洛文 渐渐的黄欣颖发的有名气 而汤洛文只能赢一些配角 不上不下 后来黄欣颖感觉 汤洛文已经是小虾米了 就大方地走起了 姐妹情深的人设 不仅邀请汤洛文 参加她的生日宴会 还大方地秀姐妹情深 那时候的黄欣颖 不仅事业成功 马国民还非常地心疼黄欣颖 日子简直不要太快活 生活太美好 黄欣颖就想要给自己 找点刺激 她出轨了 还是跟马国民的好友许志安 两个人联手给马国民 戴上了春天的帽子 事情暴露后 TVB不仅将黄欣颖的 所有资源都拿走 转身呢 就全部砸到了汤洛文身上 更加让人大颠眼睛的是 2020年 汤洛文以女友的身份 站在了马国民的身旁 原来两个人在2016年的时候 就已经认识了 只是那个时候都没有感觉 等到了2020年的2月份的时候 他们又在一个影视基地相遇了 常常一起吃饭逛街 越触马国民越感觉 这就是自己想要的女友 而汤洛文也被马国民 深深地吸引 两个人顺其自然地 走到了一起 成为了情侣 随后 汤洛文还将马国民 带回了家 他们全家都非常地 喜欢马国民 与黄欣不同 汤洛文对马国民很贴心 并且两个人都很低调 甚至外界都不知 直到在6月份的时候 他们被媒体拍到了亲密的照片 随后马国民就在社交平台 公开了这段恋情 不仅如此 马国民在媒体面前 狠狠地夸赞了一番汤洛文 这段感情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很多媒体都去采访他们两个 这时候汤洛文说 马国民就是我想要一生一世的人 而马国民说 我不随便恋爱 恋爱了就是结婚 这时候有媒体提出了黄欣颖 而马国民连说 三个多谢 多谢 多谢他 真的多谢他 马国民和汤洛文在一起之后 他们的绣闻爱风格 就像是中学生一样 幼稚的画风 幼稚的话语 可让人看了就是忍不住 化身柠檬金 后来香港的媒体还发现 汤洛文的妈妈过生日 马国民甚至在杀亲宴会都早退了 两个人现在就一个目标 结婚 后来汤洛文表示自己需要减肥 但还是去参加了好友的生日宴 社交平台上不仅发了好友生日的照片 还发了自己和马国民的照片 这样的爱情就是我们渴望的神仙爱情 这样高调的秀恩爱的两个人 为了多少人一把狗粮 如今许志安已经复出了 而马国民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黄欣颖可能从没有想到过 马国民现在的女友 是自己当初拼了命拉财的汤洛文 只有黄欣颖事业和爱情都被自己作媒了 黄欣颖的男友是TVB资深演员 马国民 许志安的妻子是天后郑秀文 此事引发的舆论热度 可想而知 事发后许志安方面先声夺人放出消息 表示将召开记者会进行回应 在媒体镜头前 许志安痛哭流涕向妻子忏悔 两日后郑秀文更新动态 以谁都会犯错 原谅了许志安 记者会上 许志安做出了停掉工作反思过错的决定 黄欣颖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工作被叫停 作品被撤倒 遭到了TVB的血藏 黄欣颖的背叛也让她失去了马国民的爱 去年12月份黄欣颖返回香港 当时媒体猜测她的目的有两个 一个是谋求付出 另一个就是追回爱情 今年6月份 马国民公开了与汤洛文的恋情 彻底独死了黄欣颖与前男友复合之路 现在距离安心事件已过去了一年多 各方之间都恢复了平静 就在马国民和汤洛文公布恋情后不久 许志安也亮相某电视台音乐节目 正式宣布复工 阔别多日的许志安面对镜头略显羞涩 他可以将手插进裤兜露出婚戒 历阵与郑秀文感情良好 这是他能够付出的资本 也是条件 安心事件从发生到现在 只有黄欣颖的工作和生活还没有走向正轨 8月3日 TVB制作资源部总监 乐意林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公司从来没有放弃过黄欣颖 这样的消息 无疑给黄欣颖吃了一颗定心丸 去年安心事件发生后 乐意林就曾对外表态 称希望黄欣颖沉淀心情不要去想太多 此次受访时 乐意林表示她和黄欣颖一直都有保持联络 多次想要约黄欣颖见一面 看看她的状态如何 但因为疫情原因 两人一直都没有见面 被问到是否有意解封黄欣颖时 乐意林没有讲话 说得太满 她表示需要与黄欣颖以及公司高层商量后再决定 首先要考虑的是付出实际问题 比如此时付出究竟是好是坏 言外之意黄欣颖要付出是肯定的 但需要寻找合适的契机 至于为何不继续血藏黄欣颖 乐意林给出的理由和郑秀文如出一辙 她说因为每个人都会犯错 关键要看对方犯的错 是否真的不值得原谅 事实上TVB解禁黄欣颖的想法去年就有了 之前的代播作品中 除了彻挡重拍的法阵先锋四之外 坚离地爱坚离地 丫鬟带联盟等都已悉数播出 而且取得了良好的口碑和收视 去年12月份返港后 黄欣颖积极健身重塑身材 在社交账号一直保时活跃 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付出做准备 到目前为止 黄欣颖还没有进入新的剧组 但有了乐意林的这番力挺 付出自然是指日可待了 好了今天的八卦与子江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明天见